你没系好安全带,先生 系好,警官 麻烦你下招 警官,我只是没系安全带 不用开罚单吧 下次还找小英年 这是乡党十年来评分最高的一部恐怖片 也是我看过结局最绝望的一部恐怖片 不仅剧情极度烧脑 而且结局还超级反转 凡是看过的网友 无不感到头皮一阵发麻 本片全程高能 请在家人的陪伴下观看 阿强只是香港警队中的一名小警察 却被一次普通的领检彻底改变命运 这天晚上 他在地下停车场巡逻时 看到了一辆急速驶来的汽车 他立刻上前将其蓝亭 司机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 由于未及安全带 阿强为他开了一张罚单 就让男人离开了 结果对方驶出不远 被他再次叫停 原来他发现汽车尾灯有一边是坏的 夜里开车很容易出事 于是让男人去车里找把螺丝刀 帮他把尾灯修好 当阿强用手敲击尾灯查询故障时 突然见到手指上粘到了血迹 他立刻察觉不对 出于职业敏感 阿强趁男人不注意 打开了后备箱 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具女尸 还没来得及拔枪 就被那个司机抢先一步开枪打倒了 然后对方一步步走过来 对着阿强的四肢连续开枪 让他既死不了 又不会有反抗的能力 可就在这时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汽车的后备箱竟然自动打开 那具女尸居然自己坐了起来 男人当时就吓傻了 阿强趁机捡起枪打死了男人 随后便昏了过去 当阿强从病床上醒来时 已经是49天之后 尽管阿强身中多枪 但好在不是要害 警务处长特意把他叫到办公室 告诉他那个司机并不简单 是已经找了三年的遗犯 上面一定会好好嘉奖 但你的口供需要更改 根据法医的报告 后备箱里的那具尸体 在你看到时已经死了三个小时 不可能再出现活过来的迹象 一定是受伤后的幻觉 阿强并没有服从处长的意见 反而坚定地认为那是真实发生 绝不作假 处长没有再继续坚持 而是决定把他调到相对轻松的杂物科 阿强当警察这么多年 之前竟然不知道还有这个部门 杂物科办公并不在警务大楼 他根据地址来到了一栋偏僻的破旧厂房 所谓的办公室 也同样显得杂乱不堪 里面只有一个四眼仔正认真的搭积木 面对阿强的自我介绍 也只是简单的用手示意 让他自由活动 一切都显得那么随意 他一个人无聊的在座位上坐了很久 直到快下班 电话才响了起来 打电话的人是杂物科长老黄 接电话的四眼仔 记下了一个地址 让阿强去那里找科长 阿强来到游泳馆 一进来就觉得这里很阴森 尽管没有看到任何人 可阿强总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他正拿着手电筒查看时 游泳馆的管理员露面了 此前打电话报警的就是他 管理员告诉阿强 自从上个月 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在这里淹死后 游泳馆每晚都会出现诡异的哭声 阿强不信鬼神 他开始四处寻找线索 来到供水房后 见到了杂物科科长老黄 对方一见面就让他进蓄水池 查一下滤水汽 他在里面找到了一团头发 拽出来之后 那个叫声立刻消失 老黄解释道 这个世界上并没有鬼 之所以会听到奇怪的声音 是因为头发堵住了排水口 而杂物科要做的 就是排除案发现场闹鬼的传闻 话虽如此 但外界时时都在发生一些 无法解释的事情 此时在一栋大楼的天台上 女孩用麻绳缠着脖子 将自己掉了起来 最诡异的是 即将死亡的她还在拍手大笑 仿佛这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与此同时 阿强迎来了她的第二个案件 报警人是一家医院里的护士 护士告诉他们 一位婆婆在三天前去世 可她房间的电视 总会莫名其妙地被打开 老黄让护工带她去查看线路 阿强独自上前检查电视 刚来到病床旁 就突然出现了个老太太 但一秒后就不见了身影 阿强还来不及反应 屋里的电视机就自动放起了画面 更加诡异的是 电视机的插头根本就没插上 这绝对不正常 但护士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老黄和护工走进房间 他告诉护工不要疑神疑鬼 应该是对面电视 和他们用的是同一个牌子 所以遥控器换台时 这边的电视也会跟着换台 阿强并没有当面揭穿 而是离开医院 质问老黄为什么骗人 老黄并没有过多解释 转身离开了养老院 反悶的他再次来到那间游泳馆 既然真的存在灵异现象 那说明这里也不是简单的头发堵塞 果然这一次 他看到了一个月前死掉的小女孩 对方变成孤魂始终留在这里 好在他没有任何恶意 也不会攻击任何人 只是想念家人 不停地哭泣说 妈妈带我回家 阿强的心里更加难受 他没想到做警察还会经历这些 阿强经过一夜的思考 找到处长申请掉岗 他不想继续留在杂物科 加入警队是想做警察 而不是巫师 处长听后不假思索地拒绝了 就在此时 老黄突然出现 他满心欢喜地向警长提交了辞职信 由于工作的特殊性 导致他和妻子离婚 现在有了阿强的加入 他终于可以辞职去找前妻复合 阿强想调回警队的愿望落空 只好继续工作下去 老黄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离职 在这段期间 他们又接到一起任务 老夕院面临改建 需要所有人都离开 在这里工作多年的一位老伯 却不想就此放弃 老黄不停地进行劝阻 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 有些东西需要放手 这是一个地产经纪人找到阿强 说自己是报警人 因为影院要拆除 但装修工人总是见到奇怪的东西 接着他问阿强 你同事在和谁说话 阿强不解地看过去 明明老黄就跟管理员在说话 可当他转过来看向镜子时 镜子里竟只有老黄一个人 阿强这才反应过来 管理员不是人 就在这时 管理员看到那个经纪人 就是这个经纪人要想拆他的影院 他生气地朝经纪人走去 随后化作一团黑烟 直接上了经纪人的身 他缓缓地转身走向了阿强 阿强被吓得不知所措 危急时刻 老黄开枪击毙了女人 回到办公室后 发现阿强的情绪很低 知道他有点接受不了警察杀人 杂物科要做的就是掩盖世间有鬼这个真相 假如这件事传出去 普通民众怎么看 一定会出现动荡 所以第一件很重要 让自己都要相信世界上没有鬼 之所以白天老黄那么紧张 是因为当时的阿强差一点 就被鬼附身的宿主碰到 只要接触鬼魂就会瞬间转移过来 而之前的宿主就会变成魂魄不全的去窍 他们要做的就是果断开枪 避免出现新的受害者 这种人传人的速度方式非常迅猛 就好像细菌一样 因此老黄他们可以不经汇报直接杀人 高层会做扫尾工作 经过老黄的谈心 阿强已经彻底接受了这份工作 但他知道鬼和人一样 有好有坏 他开始行走与城市中 猎杀那些怨气极深的鬼 空闲的时候还会回到养老院 和老婆婆的鬼魂一起看电视 看到这位同事的成熟 最开心的人就是老黄 杂物科后继有人 高层已经批准了他的辞职申请 他在这个部门已经工作19年 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甚至用离婚的方式保护老婆的安全 那些鬼魂一旦遗漏 很容易报复身边人 老黄退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复婚 过了一段时间 阿强来到医院拆除手臂上的石膏 医生惊奇地发现 手臂上出现了一串数字 阿强猜测 这一定是为他打石膏的护士所为 可通过调查 那名护士在两周前突然离职 而接下来的几天 又发生了一期诡异的案件 与前不久那起天台上吊的死者一样 一名女孩在自己家中 将自己溺死在了浴缸里 在临死前 他拨打了闺蜜的电话 当闺蜜赶到时 女孩已经死亡 闺蜜急忙上前查看 可就在下一秒 女孩突然睁开眼 抓住了闺蜜的手臂 闺蜜随即被鬼上身 老黄和阿强接到报案 当他们赶到现场时 却意外地发现天台上吊死的女孩 曾经接触过给阿强打石膏的护士 由此他们判断出 这些案件都是同一只恶鬼所为 并在淹死女孩的家中 他们找到女孩的手机 试着拨打最后一个通话时 接通电话的却是一个女警 旁边坐着的正是女孩 那个被上身的闺蜜 女警告诉阿强 她在一所女子高中 两人急忙赶到女子高中 在一间教室里 被鬼附身的学生正在拿着壁纸刀自残 然后咧嘴一笑 扎向自己的脖子 倒地的瞬间 又接触到了另一名女学生 阿强想要开枪 可根本分不清谁被附身 就在这时 一个女学生站起身疯狂地往外跑 阿强见状 毫不犹豫地紧追其后 留在教室里的其他人 看到这种情况 被吓得四处逃窜 当阿强追上那个逃走的学生后 发现他表现的没有任何异常 只是单纯的害怕而已 而在教室里 老黄正查看受伤的女学生时 一个女孩突然出现 眼球变成了白色 老黄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夜晚 为了灭鬼 就曾亲手杀死过一个男孩 以至于悔恨到现在 如今同样的情况让他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 一声将响传来 开枪的人是阿强 但他没有射中目标 那个被附身的女孩转身逃走了 他们一路追到天台 却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只见六名女孩站成一排 他们都是被附过身的宿主去窍 他们手拉着手 将各自的马尾便连接在一起 然后当着老黄和阿强的面 跳了下去 根本不给他们解救的机会 尸体掉落的地方 正在女警查案的附近 他本打算上前检查情况 却被鬼魂宿主一把抓住手臂 进行了转移 直到天黑 阿强才找到女警的下落 可现场除了警察之外 就只有一具新的尸体 他刚刚跑过去 还没来得及细看 就被新宿主用枪顶住了脑袋 这时阿强电话响起 女警让他接听 电话里同事告诉阿强 他查到手臂上那串数字 是一张罚单号 而开罚单的人正是阿强 原因是因为开车未寄安全带 司机的名字叫陈福来 而开罚单的人就是他阿强 真相在此刻全部揭晓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鬼魂 就是影片开始的司机 此时的女警宿主也不再隐瞒 嘴里发出的声音变成男人 在医院里 他曾附身护士准备杀掉阿强 但他发现死后的世界 竟然如此精彩 所以才会一直附身 制造了一系列的杀人事件 随后他掏出阿强的钱包 盯上了阿强的女友 阿强一把将他推倒在地 迅速捡起手枪 不料却被赶来的警察制止 面对质疑 阿强不敢贸然开枪 女警就这样潇洒地 离开了众人的视线 阿强焦急地背诵着警察守则 两人这才意识到 他们抓错了人 脱身后 阿强第一时间赶往家中保护女友 奇怪的是 房间里除了老婆之外 没有任何外人 也许那个宿主还没到 这让他稍微放心了一些 但不幸的是 杂物科的另一名同事却被杀害 恶鬼还留下邪手印 约他们在仓库见面 老黄知道这件事躲不过去 直到此时 他详细地调查了陈福来的资料 这位大哥简直就是一个反社会的人渣 表面上是普通的补习老师 可暗地里却无恶不作 从牢里出来后 恶心不改 依旧四处杀人 解决这个恶鬼 来到约定地点后 老黄叮嘱阿强 一会儿不管谁进来都要开枪 可老黄万万没想到 走进仓库的人竟然是前妻 阿强立马把枪准备射击 老黄急忙阻拦 希望能给他三分钟时间证明 他和前妻跳了一支舞 前妻熟练地记着所有的动作 阿强也逐渐放下了戒备 可下一秒 前妻猛然抓住老黄 缓缓倒在了地上 当老黄转过头 已经被恶鬼附身 他示意阿强开枪 阿强一番挣扎后 果断扣动了扳机 第二天 阿强成了杂务课课长 而刚刚发生的一切 都是他提交的案情报告 阿强回到家后 看着家里衰败的植物 随后回忆起了事情的真相 其实那天晚上 阿强追着女警宿主回家后 只发现了对方的去巧 恶鬼臣服来上了他老婆的身体 再趁他不注意进行了转移 从那晚开始 阿强就已经被鬼附身了 四眼仔是他杀死的 照片上的标记是他做的 老黄也是他找准机会杀死的 故事的结尾 只有女友知道阿强被恶鬼附身 而老黄的鬼魂一直追随着前妻 遗憾的是 他们已经阴阳两阁